壮士身衫猪妖邪,英雄地洞就美人,原朝文宗天历年间,龙熙君有个名叫李德逢的书商。 年纪二十五岁,擅长攻马骑士,平日里没事价值城马上,远必开工,一向以有意高胆大而闻名。 但他的毛病是从来不理生计,因此被相亲们鄙气。 他爹有个老朋友被委认为贵州奸司,李生于是就前去投靠他。 然而到了那里才知道,此人已经顽固了,他只得流落当地,没钱返回家乡。 这个郡里名山很多,李生就在这里以打猎为生,出没在深山峡谷里,从未休息过,倒也过得逍遥快乐。 当地有一个大户前翁,财雄势大撑墙一方。 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年纪才十七岁。 前翁宠爱的就是这个女儿,从来不敢让他踏出门外一步。 因此,即使是近亲邻居,都很少见到他,一天晚上天色昏暗。 风雨会鸣,前家女儿唤不见了。 检查门塔窗户都关闭得好好的,没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前老头又是报到官府,又是向神灵祈祷。 到四处寻访,都没有丝毫踪迹。 老头想念,女儿想得发疯。 发下试运说,有谁能找到我女儿下落的。 老夫愿把家财分一半给他,还把女儿许配给他。 前老头尽管拼了命,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女儿。 但是时间过去了半年,还是一点音讯也没有。 有一天,李生邪宫搭建出厂。 遇到一只张子,翻山越岭,穷追不舍。 深入西剑山谷,最终还是没能追上。 至时天色已经昏黑,又迷失来路。 只好在高山喜铺之间来回彷徨。 不晓得该往哪里去? 一会儿天昏圆暗,虎啸圆蹄,远近都黑成一团。 就好像到了夜晚一更天似的。 李生游望山顶,看到上面似乎有座古庙。 就打算到那里去投诉。 好不容易爬到庙里,发现灰尘堆积,墙壁倒塌。 地上竟是鸟兽的足迹,俩会交错。 李生虽然心里发毛,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狼屋下稍事休息。 准备笑到天亮。 还没来得及闭上眼睛,就听到一阵呼喝之声游远出船来。 李生想,荒山寄业,咋会有这种怪声呢? 他怀疑这是鬼神搞出来的,又害怕是强盗来打劫。 想想还是躲起来比较保险,于是就从栏杆往上爬。 躲到了梁上,快看动静。 刚躲好不久,一会儿声音就到了门口。 只见两盏红灯前挡。 为首的一个头戴三上官。 用纸巾包着头,身披黄袍。 妖术玉带,大摇大摆的坐到审案后面。 随从的有十来个,各自咫尺气账。 抬列在台阶下。 仪仗虽然整齐。 看相貌,却都是宫中马猴之类。 李生知道这是精怪妖妹,就掏出妖精的弓箭。 拉满宫射了一箭。 正好射中为首坐着的老怪,那家伙失声大叫。 一溜人就跑了,那小狐群狗党也一下子坐鸟收散。 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过了很久再没有一点声响,李生就合一打短等待天亮。 天亮醒来,使见神座旁,鲜血点点滴滴。 从庙门出去,一路不绝。 李生沿着血迹顺山坡向南,歪来拐去。 差不多走了有五里路的光景。 李生发现一个大洞,血迹从这里进入洞里。 李生就在洞口来回考察地形时。 不料地上的草根柔软润滑,一下子失足坠落到洞中。 这个洞深不见底,影头也看不到天空。 李生料想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惊魂干定,以约赶到旁边似乎有路。 就沿着路向前走,似乎走到了一个更为优胜的所在。 黑得连自己的手掌也看不见。 再往前移动了板鱼布,突然天光大亮,忽然开朗。 只见一个石室,屏额上提写着身样制洞。 把手动门的有好几个人, 装束打拔就如同昨天夜里庙中看到那些牛鬼蛇身一样。 他们见到李生, 惊讶地呵问,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突然来到这里? 李生向他们鞠躬行礼回答道, 我是人间的普通百姓。 九珠城市,以行医采药为生。 因为缺少药材,就进山采集。 贪多过的,光顾着往前走, 不曾想就失足掉落到这个洞府。 冒犯了各位,祈求宽恕。 守门地听了李生这番客气话, 脸上似乎露出喜色。 问李生,你竟然是个狼中? 能够替人治病的吧? 李生回答,这是我犯内事。 守门的人大为高兴, 把舌放在额头上说, 天老爷保佑。 李生请问云固, 守门的就说, 咱们动主沈阳猴。 昨日出游? 被不知哪个杀千刀地用飞剑射中。 如今我病在床, 而你今天就来到这里, 准是老天把神医资给我们动主的。 于是邀请李生坐在门口, 跌跌撞撞跑进去, 向里面报告消息。 一会儿, 守门地又跑出来传达动主的话说, 老夫不善养生, 自己招宰惹祸, 伤了大腿。 剑毒渗入骨斐, 只怕厄运难逃, 才生将近。 今天信尔天降神医, 似我妙样, 让我这垂死的病人, 享受在乎新生的大快乐。 岂敢不在死前用心等待啊? 李生我言, 随即提起一斤进入洞中。 经过好几重门, 才到那时, 但见那里的围账被褥, 十番华丽, 又看见一只老迷猴。 眼窝石床上, 声音不绝。 有三个美女在一旁试后, 都是极其美丽的女子。 李生按了一下她的脉搏, 看了她的山口。 骗她说, 这得吸取小生不防事。 我这有仙药, 不但可以治伤。 还兼有超多尘世, 呈现得到的妙用。 服用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日月星辰朽坏了, 你都还活蹦乱跳。 今天能够让你赶上。 可真是你的福气喝, 说完, 就把口袋里的药多倒了出来, 让妖猴服用。 群妖听到李生的说法, 个个都希望能得长生。 骑骑跪下, 向李生拜求说, 尊驾真是天上下凡的神人, 今天有幸能够相遇 是咱们几时修来的大福。 冬竹老人家已获得仙丹长生, 我们难道就不能沾点光? 爷, 得到一点恩赐吗? 李生于是就拿出身上全部的药物, 大方地送给猴子们。 中妖猴争巧有月, 唯恐得不到仙药。 那所谓仙药其实是一种狠辣的毒药, 本是用来催染毒箭头是啥猛兽的。 各种猛兽没有不随着弓箭声响而倒下的。 所以, 没过多大一会儿, 群妖就都一个个道铺在地, 昏昏沉沉地倒下了。 李生回头竟有一把宝剑悬挂在石壁上, 就取下剑用来斩杀群妖。 一共斩杀大小妖猴三十六头。 他怀疑三个女子也是妖精, 打算一并把她们出去。 三个女子都哭着说, 恩公啊, 我们都是人, 不是邪妹。 不幸被妖猴绑到这里, 陈陷在这山洞之中。 求死不得, 如今你为我们除害, 就是我们的重生父母, 在长爹娘, 岂敢不听从您的命令。 李生问他们的姓名住址, 其中有一个就是前老头的女儿, 另外两个也都是附近的梁家女子。 李生虽然斩除了这帮妖鞋, 却没找到出动的办法。 正在烦闷的时候, 忽然有几个老者, 也不知从哪里来的, 都穿着粗陋的衣服, 虚发长长。 尖嘴乌黑, 他们推举一个穿白衣的老者, 走上前来。 领着他们向李生拜谢说, 我们是老鼠精, 很早就拥有这些地盘。 近来却被妖猴占据, 因为我们打不过这帮妖猴, 只好逃去了其他地方, 准备等待时机再做打算。 没想到恩公你能替我们清除胸邪, 我们岂敢不来致谢。 于是各自从袖中取出金银珠宝, 放在李生面前。 李生说, 你们竟然具有神通法力, 咋还会被妖猴欺负? 这个就先认怂了呢? 白衣老者说, 我们只修炼了五百岁, 那妖猴的功力高达八百年, 因此干不过它。 但是我们居住在此地, 从来没有害过人, 等公约成就, 到横圆满之后, 应当是能够飞游天庭上界, 做自由自在的逍遥神仙。 不像那妖猴贪图淫恶, 四井暴虐, 害人害物。 如今, 他们恶怪满盈, 终于导致群族烟消火灭。 这也是他们得罪了老天, 老天借您的手来除掉他们。 不然的话, 他们仍那么凶残邪恶。 哟, 岂是你能够制服的呢? 李生问, 这个洞的名字叫山羊洞, 是个什么意思呢? 老者回答道, 猴子在十二生孝竹属身。 所以借用来做个美称, 不是我们这里的救命。 李生又说, 此地既然是你们的救居, 我乃是尘世中人, 误陷在这个洞里。 只要能指引回去的道路, 金银珠宝这些械物都是用不着的了。 老者回答说, 果然这样的话, 再简单也没有了, 只请你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就能如愿。 李生听从了老者的话, 闭上眼睛。 耳边只听到急风暴雨的声音。 声音停下后, 李生张开了眼睛。 只见一只大白鼠趴在前面, 其余群鼠随从在后面。 在李生旁边打穿了一个洞, 一直到达路口。 李生带着三个女子出洞, 静止去敲前老头家的大门, 把女儿给他送回了家。 前老头大为惊喜, 就找李生吻女婿。 其他两个女子回到家里, 他们的父母也愿意把女儿嫁给李生。 李生一下子娶了三个美女, 富贵显赫艳富无边。 后来李生又去访深羊洞, 却始终找不到路口。 草木茂密, 丛林高深, 远及上下看起来一模一样。 再也找不到旧日的踪迹了。